一位84岁妇人胸悶就医 发现主动脉半磨钙化狭窄 严重可能猝死 于是听从医师建议 接受无缝线半磨致患手术 主动脉半磨狭窄发生在老年人居多 致患半磨目前有三种方式 第一经过鼓动脉导管致患 风险低费用高但是容易测漏 第二是传统手术致患 需要缝半磨手术时间长 第三是无缝线致患术 手术时间短也不容易测漏 复原相对来讲也比较快 而且因为不用传统的缝线技术 所以比较可以有机会可以进行 小伤口微创的半磨致患 84岁患者术后7天出院 又能像以往一样从事户外活动 医学科技日新月异 长者如果有主动脉半磨钙化狭窄 现在又多了一项手术选择 大爱新闻张贵丹国际中台中报道